2023年9月5日開學的第二天 通街都是小朋友 今天我們都上課了 我們今天這個講話就是Dr. Wilson Chan 幫我們講 Wilson 認識了一段時間 很享受他教書 很享受他講書 以往都講過很多課書 非常之動聽 以及大家很容易明白 今天的主題很重要 就是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可能過去的講話 大家都經常聽我說 我們覺得如果可以改變小朋友一生 如果你做一次已經死而無憾 做醫生 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已經死而無憾 我們以往也講過CLEV 也講過Birth Mark 其實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有時候都是同一類 譬如小朋友有癌症 或者有些metabolic disease immunodeficiency 可能唯一的希望 就是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待會兒Wilson 也會講其他癌症 等等 我記得Dr. David Loke 也講過 如果他做的事只是很小事 即是他把皮膚弄爛它 其實是靠護士弄好它 我現在也想聽聽Wilson 說 其實我們把腸部剪除了 腸部剪除了 然後把新的腸部剪除 如何管理這些難度 如何去減少 如何去減少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這個談論 因為我沒有做過善治療肌 和癢療肥 所以對這個一竅不通 我希望Vilson講完之後 我多些認識 我先將時間交給Vilson 由他開始講 sky Chemopar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還有這個Cellular Therapy 我現在交個麥克風給他 非常感謝陳醫生的簡介和邀請 我也很開心跟大家分享 關於做血幹細胞移植 以及講解細胞治療的題目 我將這個談論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關於做血幹細胞移植 第二部份是關於細胞治療 我會講一下以前的歷史 現在和未來的發展 為什麼我們要講以前呢 我記得Carl Sagan 說過一句 You have to know the past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以及可以 foresee the future 所以要知道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 以及將來在這一方面有什麼發展 我想首先要大家認識一下 歷史是非常之重要的 究竟歷史有什麼 為什麼會開始做血幹細胞移植 究竟以前我們遇到的困難 或者挑戰是什麼呢 對我們接下來 我們知道稍後的發展 原因也有很大的幫助 在開始之前 有一幅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圖片 相信大家都有機會見過這張圖片 或者類似的圖片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知道日本在廣島和長崎 兩個地方 有兩個原子彈在那裡爆發了 為什麼這個和做血幹細胞移植有關係呢 原來雖然二次世界大戰 生靈土炭 無論人命的傷亡 經濟的損失等等 但是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都bring out 了很多的scientific discoveries 而做血幹細胞移植也是其中一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然我們就知道 就是有一個原子彈爆發 那麼很多人可能會即時就已經死了 但是其實死不去的話 那其實呢 就subject to一個很高劑量的放射 就像人家一個全身的放射性治療 那當然有些就會死了 但是有些死不去的 其實呢 對它那個做血的系統 和免疫的系統 都有一定程度的傷害 於是呢 就很多的研究就開始了 那包括呢 就想一下有沒有一些辦法呢 就是可以有些protection 可以避免了 就是受到一些輻射的傷害呢 那慢慢就發覺 原來呢 用一些led shielding 就是用一些圓 那如果shield了一個spleen 或者shield了一些骨頭 或者是骨髓的話呢 其實原來是一個protective effect的 那我們知道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1942至1945 那這個1949年已經發現了 那慢慢呢 原來發現這些protective factor 那在那個spleen 和在那個骨髓 那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那就發覺原來這些呢 就是我們說的 做血幹細胞 那就是1954年 那就有兩位科家 那就已經看到的 那就發覺呢 原來呢 有這些protective factor之後呢 它就能夠 令到那個做血系統 那還有那個免疫系統 能夠去促進它復原的 那呢 既然有這些protective factor 那就是Hemopoietic stem cell 那究竟用什麼的辦法 就是我們可以給到 就是受影響的人呢 那究竟是吃下去啊 打下去啊 那還是皮下注射都可以呢 那原來慢慢發現呢 原來是透過呢 是靜脈注射 那就是靜脈注射的那些骨髓 就是好像我們輸血那樣呢 就是一個安全的方式 去給這些做血幹細胞的 那就是以前呢 就是誤打誤撞啦 那就是因為戰爭的原因呢 那就是令到日本的很多的小朋友啊 甚至大人啊 那都接受了一個超高劑量的輻射啦 那其實這個呢 也都正正是現在的concept of total body irradiation 就是怎樣可以 就是令到一個有病的骨髓 或者免疫系統呢 我們清空了它 那從而呢 就是給一個環境 就是一些新的幹細胞去植入 還有生長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concept很重要呢 就是給我們一個叫做自體移植 Otologus 的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就是abrivation 就是HSCT啦 那就是原來呢 我們輸回我們的做血幹細胞呢 能夠去促進到那個做血系統呢 那還有那個免疫系統的復原的 那最初呢 就是這個 Dr. Edward Donnell Thomas 那他也都是1990年呢 就拿了一個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和Medicine的 那就是中間那一位的磁場的老人家 那但是呢 剛才都說了 那我們就只是講自體移植的肌理 就是講我們回輸這些幹細胞呢 然後促進那個做血 和那個免疫系統的復原 那但是慢慢都發現呢 如果不是用自己 用別人的人 是不是都達到同樣的效果呢 那接下來呢 就會講三個很重要 在實驗室 那還有在臨床見到的觀察 那而我們再去發展一些更加重要的理論 第一樣東西 剛剛都為大家介紹過呢 就是Professor Thomas 那我們就發覺呢 原來可以自體這樣呢 就移植了一些骨髓之後呢 就是一個有急性 淋巴性白血病的病人 那他就接受了一個高劑量的放療之後呢 那我們就成功做了一個 就是自體的骨髓移植 那不過發覺呢 雖然呢 雖然最初呢 能夠成功直入 那那個免疫系統 和那個做血系統 都能夠復原 那但是幾個月之後呢 那他就很不幸地這樣呢 那就是因為復發呢 就死了了 而第二個很重要的觀察呢 就是發覺呢 如果是一些動物 在一個實驗室裏面呢 我們找一些動物呢 那如果我們不是做自體 那又或者是一些 Singeneic 的意思呢 就是一些Twin 的transplant 就是基因一樣的 的transplant 而是做一些異體的移植呢 我們發覺這些動物呢 他慢慢就會消瘦的 就是叫Wasting Disease 就是可能會討厄啊 那總之就 個人就好像很累啊 那最後呢 那些動物都會死的 那些動物 那慢慢呢 就是Professor Thomas 就發現呢 Name了一個叫Graph vs Host Disease 那發覺呢 就我們一個叫做 就是移植體抗縮主病的 那你就發覺如果不是 用一個自體移植呢 那或者是用一個 就是Twin 的移植呢 而是用異體呢 就會有這個GVHD的發生 那而第三個很重要的觀察呢 就是發覺如果我們 用一些白老鼠呢 或者是一些動物的實驗呢 那我們發覺呢 如果拿了一些 就是在皮狀那裏 拿了一些細胞去做移植的話呢 那除了可以治療白血病之外呢 那也都觀察到呢 它一直都會有一個叫Graph vs Leukemia effect 那可以避免到有復發的機會 那所以慢慢呢 我們就發現到 那原來呢 Otologus 就是我們自體移植 和Allogeneic 那個移植呢 其實原來的肌理是很不同的 自體移植呢 主要是透過 因為我們給了很高劑量的化療 或者放療 那其實主要的肌理就是促進那個造血系統 和那個免疫系統的復原 那但是二體移植呢 那坦白說呢 其實呢 我們下任何的化療 荒療呢 其實治療的病只有三成的 其實七八成呢 都是靠那個免疫系統的不同 那也是透過捐贈者的新的造血 和那個免疫系統呢 達至這個GVL 或者Graph vs Tumor的Effect 那它能夠治療病 和防止那個復發的 但是在與此同時呢 我們希望拿到GVL Effect 但是同時呢 那因為我們只是換了骨髓和免疫系統 而其他的內臟 包括他的心啊 肺啊 腸啊 皮膚啊 肝啊 等等 因為都是那個病人本身的 而是沒有移植到的 那所以呢 就有一個 就是我們不想的Size Effects 就是這個GVHD 就是我們一個叫移植體抗縮主病 那剛才呢 我們就講了關於一些 就是為什麼會開始了做血幹細胞移植的一些歷史 那很重要的呢 剛才所說的 就是免疫很重要的 那就是有另外一位 就是諾貝爾的得獎者 那就是Dr. Perl Ehrlich 那也是1908年 就是因為他對免疫學的貢獻 那所以也是獲得了一個諾貝爾獎的 那要明白移植的基利呢 那首先我們要明白關於我們身體裏面的免疫系統是怎樣 那我們的免疫系統分為兩部份 第一就是Innate Immunity 那第二部份就是Adaptive Immunity 那Innate就是我們Nonspecific的 就是沒有一個特定性的 那主要有兩部份 第一就是我們的barrier 那無論我們是 例如我們的皮膚 就是一個mechanical barrier chemical barrier 包括我們的眼淚 那我們的口水 胃液 那或者耳朵的分泌等等 那另外身體呢 例如我們的腸 其實都有一些normal flora 那其實也有一個biological barrier 那另外我們在血裏面 其實也有不同的Innate Immune System 那包括有Phagocytic System 那包括我們經常都聽的 譬如一些neutral fields macrophage dendritic cells等等 那我們有一個inflammatory的system 那也有一個complement的cascade 那而我們的adaptive immunity 就是more specific的 那主要就有兩部份 那就是一個T cell mediated 一個叫cellular的immunity 那還有跟一些抗體有關的 就是B cell mediated的humoralimmunity 那either是active 那或者一個passive的immunity 那我們為何身體的免疫系統 那麼重要呢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那一句 就是我們可以分是自己人 還是敵人 那自己人呢 那我們就會develop一個immune tolerance 就不會自己打自己 那如果失衡的話 就有機會有一些 就是自體的免疫病 那又或者呢 如果對一些環境裏面 一些抗原會有一個敏感的 會有一些過敏的反應 那我們也很重要呢 就是要分辨哪些不是自己的 那例如譬如一些細菌 真菌等等 那我們就要認它 那然後就要打它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每一秒鐘 其實都有很多細胞的新陳代謝 那其實總會有出錯的機會 那為什麼不是個個都有癌症呢 那原來我們身體 也都會認有一些會出錯的細胞 那他們可能就會express一些抗原 那所以我們就會對付它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的身體的免疫系統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但是也都正正是這樣呢 那因為我們呢 在移植那裏 那裏除了換了續血系統 那也都換了免疫系統的 那所以剛剛所說的 那我們希望達至的目的呢 就是它認到那些的癌細胞 那就打低它 那但是同時呢 我們也都不想它認了 就是病人的其他內臟是一些敵人 就包括他剛才所說的 他的腸啊 他的肝啊 皮膚啊等等 那如果不是呢 就會有一個GVHD的發生 那而這個GVHD呢 那也都是分acute和chronic的 即是急性和慢性的 那急性呢 就是講我們移植的頭一百日發生的 那而慢性呢 就通常就是一百日以後的 那但是這個呢 其實都很籠統的分法 那其實過了一百日呢 有機會也是急性 那慢性呢 那也都不一定 就是一百日之後 就一定是會發生的 那所以主要呢 其實他們的肌理是很不同的 那通常急性呢 我們都是講一些T cell mediated 那而Chronic呢 就是B cell mediated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除了是GVHD的情況呢 那我們其實呢 那個排斥是雙向的 那因為如果他那個病人 他本身他那個免疫力也都有 那麽上下 或者我們下一些化療藥 或者放療不夠強呢 那基本上呢 他也都會有機會 打走了 就是捐入去他身體裏面的 一些就是做血幹細胞的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graph rejection 就是排斥了 就是那個捐贈者的那個 即是植入那些細胞的 那也都可以是分為Cellular 的rejection 是T cell mediated 或者B cell mediated 的humoral rejection 那由於是這樣呢 那也都有兩位 也都是拿了諾貝爾獎的得主 那就是Professor Peter 還有Professor Burnett 那他們就develop了一個叫concer immune tolerance 那剛才就是說 那我們很緊要就是 希望呢 就是他們那個新的免疫系統 那在那個病人裏呢 就能夠和平共存 那就不會打倒他的那些內臟 那同時呢 那也都認了一些 就是不好的癌細胞 那怎樣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呢 那我們就透過那個conditioning 就是我們的余處理的化療和荒療 去減少排斥 就是graph rejection 的機會 那同時呢 也都用一些藥物呢 去壓抑住免疫系統 等到他呢 不會攻擊病人 就是移植後的內臟等等的 那關於這方面呢 那我們怎樣可以 就是predict到 可以預測到 到底用什麼的供者去最好呢 那還有哪些人是會排斥呢 或者會容易有抗縮主的反應呢 那又來到我們一些幾位很重要的巨人 那第一位呢 就是Dr. Gregory Mandel 那大家都應該很熟悉他 他就是Theory of Inheritance 那就是1867年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都知道 那我們有幾個Gene很重要的 那包括我們的染色體第九號 Abo Gene 那但是很重要和大家說 那就是我們做一個 就是做血幹細胞移植呢 和我們一些實體器官的移植 包括肝移植和腎移植 那些不同的 那譬如一些肝移植啊 肾移植啊 腎移植或者心移植呢 很多時候都要看它的血型 就是是不是Abo 吻合啦 那雖然以最新的發展呢 就算Abo 血型不吻合呢 其實都做到移植的 那但是我們對我們更加重要的 反而是一個叫HLA 那就是Human Leukocyte Antigen 那就是人類的白血球抗原 那待會再詳細一點點 和大家講關於HLA的 那就是Chromosin-6那裏 那另外呢 就是Beta-2 Microgoblin的線 那就是在第十五條染色體 那就是Dr.Lan Steiner 那也是另一位諾貝爾得獎者 那就是發現了這個Abo System 那就是剛才所說 就是白血型不吻合的實體器官移植 那但是呢 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那個人類白血球抗原就更加重要了 那其實這個呢 就並是一個誤解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呢 我們發現Abo 之後呢 我們希望在白細胞裡面 都找到相同的抗原 那就讓我們呢 就做移植的時候 就減低了那個排斥的機率 那但是發覺呢 原來這個並不是只是白血球才找到的 那正確的 term呢 就是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叫做MHC 那就是我們叫做一個主要的組織 那個融合性的一個複合體 那也都分MHC Class 1和Class 2 Class 1 那根本呢 就基本上所有 就是我們講 就是我們講的所有的MAMMOS 暴雨類動物呢 那其實Nucleated Cells都會有的 那所以除了Mature的Red Cells之外呢 其他全部Cells呢 大部份有Nucleated的話呢 都是有的 MHC Class 2就是 一些Antigen Presenting Cell 那所以這個呢 只是說在人類 和在白血球呢 其實是不準確的 那就剛才所講 分MHC Class 1 Class 2和Class 3 Class 1就是 Nucleated Mammalian Cells 那主要就是 Against Endogenous Antigen 那就是透過CD8的Cellate Cells 那MHC Class 2就是 For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那就是Exogenous Antigen 就靠CD4的Hepardy Cell 那其實還有MHC Class 3的 那就是For Complement System 那也是靠 Jean Dorsett 那就是1980年 也都拿了Nobel Prize的 那你見到所有的巨人呢 那都是對我們這一方面的發展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在現在怎樣呢 那其實呢 我們1942年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我們1960年就開始 這次已經有一個 就是Successful的Hemobly Stem Cell Transplant 到現在都接近有60年的歷史 那我們也有一個 Center of International的 就是Blood and Bone Marrow Transplant 就是Research Registry 那也都有50年的歷史 那現在每年呢 那其實我做二體移植呢 每年就是全球都超過五萬的 那只是在美國呢 那每年都有八千 那如果再加上 就是自體的移植也有萬二 那美國每年都有成二萬的移植 那你見到數字呢 是不斷地增長的 那在兒童醫院裡面呢 那我們呢 那暫時呢 都做了大概160個移植 那當中呢 就大概大部分 一百二十四個呢 都是二體移植 那有三十六個呢 都是自體移植的 那你見到呢 很多不同的病都會有的 那包括最常見就是 關於一些急性的淋巴性 或者碎性的白血病 那或者一些淋巴病 那也都有其他一些 就是血病 那包括我們常見的 就是一些地中海貧血 那再生症障礙貧血 那另外少一些的呢 就是一些 就是我們講一些 一些實體的瘤 包括一些老的腫瘤 那或者一些 神經母細胞瘤 那也都有小部分呢 就是我們一些 就是原發性的免疫缺陷病 那或者是一些 就是metabolic 一些代謝病 都會有的 那我們的發展那方面呢 就有十點了 那容許我用少許的時間 那跟大家講一下 那第一方面呢 就關於我們找的捐贈者 那以往的捐贈者呢 就有三樣 第一就是跟HLA的抗原 是全配的兄弟姐妹 又或者是家人 那第二呢 就是HLA全配 但是跟他沒有血緣關係的 捐贈者 那第三呢 就是一個HLA mismatched 的family donor 那就是跟他白血球抗原 不夾的 那通常呢 就是我們會找爸爸 或者媽媽 那因為爸爸媽媽 理論上他那個基因 是有一半跟他夾 那做一個叫Hepro identical 就是半雙合的移植 那在那個幹細胞的 就是 來源方面呢 那可以是骨髓 齒帶血 那或者是周邊血幹細胞 那但是這些呢 都是我們以前 就是舊有的概念 那也都有一些guide line 就是告訴我們 那是怎樣去選擇的 那但是在 齒帶血方面呢 也都有做研究 然後呢 究竟用一個啦 兩個啦 三個 更有多個呢 而在我們 就是兒童醫院 或者以前媽媽醫院的經驗呢 那我們就最多 就是用一個雙齒帶血的 那因為呢 他的抗癌能力是最高 那也都比較溫和 也都比較少 有一些就是 GVHD 抗縮住的反應 那所以 我們通常都會用一些 Double Cod Blood的transfer 大人就不會用的 因為呢 大人的那個 就是重量比較大 那變了 你要用齒帶血那麼少 那細胞劑就不夠的 那但是一個更加 那一個新的發展是什麼呢 就叫做Complementary Transplant 就是Hepoclod 那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呢 大概七成的兒體兒食 都是會找爸爸媽媽的 那為什麼呢 那譬如我們一些 病人從內地來 以前有一孩政策 未必有跟他吻合的兄弟姊妹 那第二呢 就是之前我們都經歷了三年的疫情 COVID 那以前香港就算 曾經 可能就說 register了 說想捐的 那可能有各種的原因 包括懷孕 工作關係 移民 那又或者是因為COVID的原因 他不方便 或者未必那麼適合 可以來到醫院那裏做捐贈 那樣 那所以現在大部分 七成都是用 我們說半雙盒的移跡 那但是半雙盒呢 那雖然呢 那個細胞質量大 那也都是容易一些跡入 比起磁帶血和那個骨髓 那但是始終因為一半吻合 那雖然我們一些細胞篩的技術 去減少一個GVHD的機會 那但是呢 他始終呢 那我們怎樣可以再增強那個抗癌的能力 那也都可以減少到那個GVHD的機會呢 就投過這個HepoCode的transplant 就拿了 就是磁帶血它比較溫和 還有就是復發率低過的機會 那也都拿了那個就是半雙盒移植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呢 就盡快植入 那因為它植入得越快呢 那它身體裏面 那個就是骨髓胸 它的免疫力低的機會就越少 那也都減少了感染那個風險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也是International Registry 給我們看到 那你見到Hepo 其實也都越來越多的了 那就是我們選擇我們的Hepo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家長都經常都問的 那就是你說 那是不是就是 越夾越好啊 剛才所說 那因為我們看HLA 就應該是要全配的 那但是呢 我們選擇我們一個半雙盒的捐贈者 除了看HLA 那個KIA都很重要的 那什麼KIA呢 就是Killer Cell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那或者叫Killer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那或者叫Killer Ig-like Receptor 非常之多個名的 那很簡單去理解 那如果我們呢 平時講HLA 那我們就主要是看Hallogeneity of T-cell 那T-cell呢 就好像一個 就是我們開車去踩油 那是一個油門來的 那如果一個Hallogeneity 越高的話呢 那我們就踩油去 那理論上呢 它的抗癌能力就最高了 那但是KIA就反過來的 那跟那個Patient呢 就越不配合越好的 那所以呢 我們找爸爸媽媽呢 你跟那個子女 越不配合就越對的了 那個KIA 那因為越不配合 因為它是一個brake來的 它是一個inhibitory break 那我們主要跟它不配合呢 那他們有一個KIA Receptor Line 的mismatch的話呢 那理論上的抗癌能力呢 就會最高的 那所以呢 我們Happocard呢 那也都用了另外一個肌理呢 那就是用了一個vaccine effect的 那所以呢 我們vaccine effect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其實Happo呢 就是做一個炮灰 那就跟我們平時那個Happo的觀念不同的 Happo其實是個炮灰 最終是靠那個磁帶血去直入 就是去減少那個GVHD的機會 也都增加那個抗癌能力 那這個在最新 就是2022年 在Budd的那個paper那裡 都有publish的 那那個語言都非常之好 在以前呢 是醫不到一些難治或者復發性的白血病 那可能只有四五成的醫耗的機會 那這個呢 都可以去到九成的 就是兩列的存活率 那第二方面呢 就關於International Donut Registry 和一些Consensus Guidelines 那剛才所說的 那其實呢 9月17號 就是下個再下個星期呢 那也是一個World Marrow Donut Day 那其實現在全球呢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互聯網這麼發達呢 那我們全球互通的 那所以香港來說 也都找到海外 包括一些歐洲啊 或者一些美國 就是有的捐贈者 那當然 那為什麼 HAPPO越來越 就是發展得成熟的原因呢 那因為其實 如果我們找不是香港的話呢 香港如果本地居民 是不需要錢的 那如果找外國的捐贈者呢 那分分鐘 都要50萬或以上的港幣 那第一個呢 就在registry 就是在英國 在Anthony Lowland Trust 那而NMTP 就是美國的registry 那香港的 Hong Kong Bone Marrow Donut Registry 就91年成立 那2005年呢 就transfer to red course 那就除了我們有 就是骨髓啊 或者是周邊血幹細胞的 捐贈者的 就是一個明察之外呢 那也都有一些 就是骨髓的骨髓的骨髓 那而除了一些 是講 就是骨髓的骨髓之外呢 那現在也有一些 骨髓的骨髓 那你應該常問的問題呢 就是家裡說 我快要生小朋友了 就是留不留些骨髓的骨髓好啊 那其實呢 其實呢 理論上骨髓的骨髓呢 如果是一些 譬如說一些 一些自體的移植 那例如一些 即實體瘤啊 那又或者是一些 譬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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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一些白血病 我們要做二體移植的話 那我們其實 如果存自己的 那些持體血 就未必有用的 那如果是 捐給兄弟姊妹呢 那有時候會用的 但是我們會擔心 如果是兄弟姊妹 會不會那些 基因那方面 都會遺傳 會容易一些 就是白血病的 所以呢 其實都會有它的用途 但是它的用途 暫時來說 就不是真的很廣泛的 那主要都是一些 就是要靠自體移植的話 我們會用到 那而第三方面 就關於 就是我們怎樣去採集 鋼細胞 那剛才說 那我們的骨髓 那磁帶血 和周邊血幹細胞 那這個呢 就是兒童醫院第一次 那我們呢 就在我們的手術室裡面 就是抽骨髓的一個圖片 那樣 那也都磁帶血 那也都有我們 我們剛才所說的 周邊血幹細胞 那如果我們找父母做 半相合移植呢 那理論上我們通常都不是抽骨髓的了 那我們呢 就像別人捐血那樣 那就會經過一個細胞分離機 就是中間這一步 而去做一個採集鋼細胞的程序 那有用的鋼細胞 我們就會儲氣 不需要的就會回輸回 被捐贈者 那做這個程序之前 那當然我們就會放一條 那叫做Avoresis catheter 那去做一個採集 那因為一般呢 我們如果打那些小豆子 那就因為太幼了 那就不足以去採集鋼細胞 有機會好像飲痛那樣 就會扁了 那在做 那剛才所說 那以前來說 就只是做到全配的 那為什麼會做到半相合移植呢 那就靠一個T-Cell Depletion 那特別是梁慧恒教授 那就在美國都回來 那他以前都是香港那裡 就是醫學院的畢業 那但是去了很久 就在美國聖Jude的兒童醫院 那也都去過新加坡 那他最近這三年回來 也都帶了這個半相合的技術 那做半相合移植呢 有兩方面的 第一呢 可以用一些藥 那包括我們一些環鱗 那或者其他的藥 去做一個叫In vivo的T-Cell Depletion 那但是每一個人呢 對那些藥物反應都不同的 那還有給的越多藥呢 那有機會呢 例如環鱗鱗 那有機會會影響到他的膀胱發炎 也都會增加他不育的機會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兒童醫院的做法呢 我們都是用一些細胞篩算的方式 那就是在實驗室那裡做的 那有一些叫positive 和negative的selection 那positive的selection呢 就是只是拿鋼細胞 那只是拿一些CD34的細胞的 那以前呢 就曾經有這樣做的 2000年之前 那但是發覺只是拿鋼細胞呢 原來發覺呢 要成功去做一個移植呢 那我們有其他的 叫supporting cells都很重要的 那還有呢 我們都要減少了他一些 抗縮主病的機會 還有減少感染的風險 那所以慢慢呢 就加了一些NK細胞 去增加他那個抗癌的能力 那也都有增加其他的 叫做記憶T細胞呢 那就是去減少了他感染的機會 那所以我們現在最新呢 就是一個叫做T-Cell Receptor Alpha Beta 和CD45 Ra的depletion 那但是我們這個月開始呢 就有些更加新的技術呢 就叫CD62L的depletion 那這個呢 我們就將會有 我們第一個的patient開始的 那主要就更加再減少了 我們這些疑直體抗縮主疑病的機會 那因為我們發覺呢 我們拿走了一些叫naive T-Cell之後呢 其實剩下的memory T-Cell呢 都有機會呢 有一個GVHD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就再拿走一些 叫central memory T 那就剩下一些叫efectomemory T-Cell 那就可以呢 減少GVHD的同時呢 也都是減少了infection risk 那到第四樣呢 就indication for transplant 剛才訪問 自體移植主要呢 是促進那個做血系統 和免疫系統復原的 異體移植的呢 那這個肌理很不同的 所有化療和放療 只不過是手段來的而已 那就將它有病的骨髓清空 那就提供一個環境呢 給一些新植入的細胞去生長 那我們希望生長之後呢 就靠供者 它有一個新的免疫系統呢 就達至一個抗癌的作用 就是GVT和GVL的效果 那同時呢 就一直在身體那裡存留 那就減少它復發的機會 那successful的transplant 就當然就不reject Full donna chimericum Full hematological recovery 那也都達至一個免疫的 就是重建 叫做imminal reconstitution 那也都有小的 就是無論它是短期 那或者一些long term的complication 那也都長遠 我們要看看它那個生長 發育啊 有沒有一些慢性的抗縮柱片 那也都因為始終下過一些化療荒療 那對它的身體 包括了心臟啊 內分泌啊 那甚至會不會有計法症癌症啊 還有quality of life 那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以往的indication for autologous 就是一些relapsed refractory的淋巴瘤 那或者一些高危的神經母細胞 水母細胞瘤啊 或者一些難治性復發的實體瘤 那或者以前呢 那我們都有一些 譬如一些免疫功能病 包括一些紅斑浪瘡啊 又或者一些關節炎 都會用的 那不過現在有很多生物製劑 那所以呢 關於一些雷鋒濕性關义痣病那些呢 那其實過往二三十年呢 都比較少去做的了 甚至沒有的了 二體那方面呢 就主要是一些高危 或者一些復發難治性的白血病 那或者是剛才所說的 那我們譬如一些 地中害貧血啊 那或者一些其他一些 inherited merophilia syndromes 或者再生性障礙貧血啊 一些免疫功能缺陷啊 那又或者一些代謝病 那我們都會做的 那但是呢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concept 帶給大家的呢 其實這裡是evolved with time的 那其實這個clinical decision 是我們衡量了 我們做一個移植的好處 versus它的風險去衡量的 那而這個呢 就是跟一個best available alternative去看的 為什麼這個concept這麼重要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我們一些高危 或者一些復發難治性的白血病呢 那一會兒我們會說呢 就有一些卡T的治療 那又或者一些高危的神經母細胞漏呢 其實都有一些NK cell的治療 那如果我們看那個survival curve 如果譬如一些細胞治療 是上面藍色那條的 那而那個就是移植的 是下面紅色那條的 那我們當然就不會做移植 是選上面那條 那反過來 如果我們一味是去給化療 或者其他的免疫治療 那但是它的效果都是紅色線 而我們做了移植之後 是達到藍色線的效果的 那當然我們就會鼓勵 因為家人都是選擇藍色跳那條方案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clinical decision 是evolved with time 那還有呢 也是一個joined team decision 那很多時候呢 那我們都要跟其他的團隊 一起去合作去談出來的 那而關於我們的conditioning 就是我們一些預處理的方案 那預處理方案的重點呢 以前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確保是成功直入的 那因為初時都特別被一些 很難醫的那些 反而是一些地中海貧血 因為地中海貧血 它的免疫系統是正常的 就不同 我們這些白血病 你下了很多的化療 或者放療 那樣等 本身它的骨髓都空了 那個免疫系統又差 反而最難做的移植呢 就是講它一個正常的免疫系統 就是剛才所講的那些 我們講的那些地中海貧血 那以往呢 那個直入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自從我們有些新的方案 那我們下了一些很強的化療藥 那還有一些我們叫ATG的吐礦 那其實這個直入呢 慢慢就不是一個問題了 那但是換來的什麼呢 那你愈備得多放療和化療 或者一些免疫治療 那換來那個 就是毒性就一定大的 那所以第二件事呢 我們反過來的方向呢 我們就嘗試減 就是減我們的放射治療 減我們的化療 去減低它的毒性 那還有甚至死亡的 那所以在CIBMTR呢 那也都有講了 我們一些叫Miloablative 的conditioning 那慢慢呢 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半水合的方案呢 也都吹去用一些reduced intensity 或者叫submiloablative conditioning 那這個的愈處理方案呢 都是梁教授呢 那就是在美國和新加坡 那一段影片帶來香港一個叫HEPLO 17 protocol 那主要我們還有一個叫Fludarabine 慢慢去reduce intensity 那去減低那個毒性 但是也都從事去植入到 那也都令到這方面呢 那我們有很好的成功率的 那呢就另外剛才所說了 那就是我們雙向的rejection 那可以是移植體去攻擊那個宿主 那又或者是那個病人 他的免疫系統太強去reject 那reject有很多不同的mechanism 那我們有cellular的rejection humoral的rejection 那當然我們其他的藥 那包括我們一些抗病毒藥 那又或者其他一些抗排式藥 其實都會或者一些病毒 例如巨細胞病毒 powerful virus etc 都有機會會影響到 我們那個graf的生長 那所以我們都有一個 就是最近我亦都很有幸 就參加了一個reject fellowship的program 那中間我們就會看個細胞比例 那以往的細胞比例呢 都要傳到馬賴醫院那裏 那可能一個星期才回到結果 那變成如果有機會 會有一個rejection的機會 那未必可以及時處理到 那現在我在實驗室那裏 那有一個新的技術 用一個流式細胞的技術 那就可以在三四個小時之外 就出到結果 那變成就知道 多少個percent是那個doner 多少percent recipient 那發覺一跌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立刻用藥的辦法 那或者是落一些叫 捐贈者的淋巴書字的辦法 有機會就減到rejection的機會 那希望這個也是能夠 除了臨床那裏幫到病人之外 那也都有機會 那就可以將這個技術 帶回去我們 即是兒童醫院那個血液的實驗室 那因為現在就暫時 我就在做這個research fellowship 那希望將來可以做到pringled practice 也都順利在一些 international journal那裏publish 那除了那個做血系統之外 那剛才說的免疫的重建 也都非常之重要 那特別呢 就是因為他住院 如果沒事沒有趕 那他通常我們移植前 住兩個星期就給化療 移植後住一個月 六個星期出院 但是出院之後呢 那他回到家 其實就會一些community acquired 的respiric virus 那就是現在 無論是流感 複流感 甚至COVID 就算你種完 都會再種的 那所以這段時間呢 反而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他出院之後 一個高危的時間 那也都尤其是醫院附近 有很多的地盤 或者家裡很多地盤 那真菌的感染 也是很小心的 那所以這些的預防也都非常之重要 那這個也是梁教授 就是帶給我們另外一個的重點 就是我們剛才都說過 就用一個叫Donal lymphocyte infusion 就是一個臨巴輸著的 那也是以前呢 就是我們說 如果有一些病毒的感染 主要就透過三部曲 第一部曲呢 就是有免疫抑制的藥 我們就盡量減少免疫抑制 讓它的免疫系統慢慢好回來 因為病毒就不同 我們說的那些細菌 或者真菌 就搭配一些抗生素 或者抗真菌藥 主要呢 如果它一個正常的免疫系統 那個臨巴白血球夠高過呢 其實身體有機會會自己清走的 那第二方面呢 就靠一些抗病毒藥 那剛才所說 譬如一些更式挪胃 Cycophia Cytophia等等 那但是這些藥呢 通常都有毒性的 那就是包括可能會影響了那個 血球 或者對它的腎功能 其他等等有影響的 那所以呢 就算我們有些時候 減免疫抑制藥 或者抗病毒藥 那些都不能夠好好地有效 去處理到這些病毒感染的 那所以呢 就細胞的治療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而這個細胞治療呢 也都有四級 有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和Quaternary Primary的意思呢 就簡直是做一個Prophylaxis 那就是我們呢 基本上現在做半箱合移植 那它下降細胃的同時呢 我們都會給一次這些淋巴輸住 減少它那個病毒感染的機會 那第二呢 就叫Preemptive Secondary Prevention 就是我們其實一個禮拜都會看一次 或者兩次一些病毒的水平 那如果一發現的話呢 那基本上呢 就是除了 就是頭那兩部曲呢 我們這個第三部曲呢 都一定會做的 就是給DLI它 那第三方面呢 就是Treatment 如果它有一些 比如一些巨細胞病毒的肺炎 啊 腸炎呢 那我們都可以每個禮拜給 那甚至一個禮拜給兩次 那直到它呢 是清了的 那我們試過有病人呢 有成四個病毒 CNV啊 EVV啊 HHV啊 還有一些腺病毒呢 那很難清理呢 那我們下了五六次的 就是這些淋巴書字之後呢 都能夠全部清掉的 那也都不需要 甚至它有一個 就是以後一個叫PTLB的淋巴扭呢 也都只是透過DLI 不需要入口發尿呢 都能夠成功清空 那而第四方面呢 就是Quaternary Prevention 就是特別是一些 免疫力缺陷病 我們一些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那以前這些病人呢 可能他身體太弱了 你再給化療他呢 他根本承受不了 或者他身體裡面 已經有一些病毒 或者真菌感染 那這樣的時候呢 以前這些病人呢 可能都沒有辦法的了 可能都是要去舒緩治療 會死的 但是現在我們給了淋巴書字之後呢 那有機會令到他短暫 有個免疫重建呢 那他可以清空到那些病毒 令到他們這些人 這些病人可以合適地去做移植 甚至可以存活 可以治療好病 那接著呢 就是第七件事 那就是 就是我們就 達到病毒禍 和防御障礙 那剛才也都說過 那第一 我們半箱合移植 那甚至是說 現在我們的HEPROCORD 那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抗癌能力 那所以以往呢 可能就是 是四五成的存活呢 為什麼可以去到九成呢 那就是靠我們這個抗癌的能力 而第二件事很重要呢 就是以前我們如果記得 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很大量的放療 那但是基本上 我們現在就算用放療 都很低的 那說有多低呢 平時如果那些老鈕呢 要電腦 或者是電其他的實體鈕 可以去到三十幾 甚至五十幾度電的 那但是我們如果做放療的話 基本上全能夠放療 兩度已經可以了 那甚至如果是說一些 那些全能力都只有七度 那對它來講 身體的傷害就很少了 那而我們其他的 剛才所講的 我們的預處理方案 那現在呢 我們要買到 或是減低它的毒性 那第三件事呢 就是我們的細胞篩選 再不是在身體裡面做 而是用實驗室的技術去篩走那些細胞 那現在我們最新 現在的62L的細胞篩選 也都減少了GVHD的機會 那是減低的 那減低那方面 那移植是有些什麼的併發症呢 那有分前期的併發症 包括它黏膜會破損 有個口 可能吃不到東西 要吊營養液 測胃喉 或者被孖啡 或者吞東西有困難 食道會損 那些腸的黏膜會損 有機會會肚痛 肚窩 甚至是窩血等等 那有機會肚窩會吐 或者是脫頭髮 那段時間 紅血球 白血球 血小斑會很低 要輸血 也有機會任何形式的感染 細菌 病毒 真菌等等 也有大概一成的機會 剛才所說會排斥 也有兩成的機會 會有一些移植底抗縮主病 或者一些肝血管的閉塞 那或者它的病很難醫 就算做了移植之後 也有機會是不能夠去根治 甚至復發 長遠 剛才所看 有機會有一些慢性的抗縮主病 那心 或者一些內分泌 那它之後會不會影響生長 發育 或者將來的生不生到小朋友 雞發症的癌症 那都是我們需要觀察的 那剛才所說 而另一個分法 亦都是分關於 Conditioning Related 又或者是Recipient Related 和Graph 或者Donor Related 不過剛才所說 就透過我們減少預處理的強度 減少放療的強度 透過我們細胞的篩選 和透過我們選擇一個最適合的供者 那其實這些都能夠大大減免到的 那所以甚至說 現在GVHD的機率 以前就說了兩成至五成 但是有些Published paper 甚至是低到少於五個Percent 那當然是一些非常好的技術 而且都靠我們的Nursing Support PICU的Support 等等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Infection 剛才都提過 我們就那個全琳巴的輸注 那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以前就曾經說 那是不是你的抗癌能力 因為都是Graph vs Graph vs Leukemia 以前就覺得你抗癌能力要高的話 那抗縮主反應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其實現在發覺 原來抗縮主反應和抗癌的細胞 其實是兩樣的細胞 那所以現在其實有機會可以做到 它那個抗癌能力是非常之高 那但是那個抗縮主反應 都是減低到的 那這是其實我們最想做到的事情 那跟著下來呢 有兩個更加新的概念 那就是一個Sequential Transline 就是我們的展望 那一點關於我們實體器官移植的History 那1954年就是我們第一個成功的腎移植 1967年就是肝移植 另外就和心的移植 那跟著就有兒葬的移植 心肺的移植 那甚至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最新就是連子宮都可以移植的 那如果對一些不仁的女士來說 那這個都是一個good news 那究竟這些實體的移植 和我們做血幹細胞移植 有什麼關係呢 那原來實體移植和做血幹細胞 其實很不同的 大家剛才說了 他們就重視那個ABO 就是rather than我們個人 類白血球抗原 那還有呢 因為他只是換了那個器官而已 那他就並沒有換到那個免疫系統的 那所以呢 這班小朋友如果做完實體器官移植之後 理論上他一輩子都要吃抗排積藥的 那就包括一些橫輪胺 一些cycosporin 那或者譬如Tacrolimus MMF等等 那吃這些抗排積藥 當然就會壓抑了他的骨髓 那有機會會增加他感染的風險 那其他的藥 例如一些橫輪胺 他本身都有一些器官的毒性 那包括會影響到他的腎功能 有機會一些叫TMA 就是一些血栓性的微血管病變 有計法性癌症的風險 那也都有一些叫PTLD Post-transplant lymphoporitis disease 那我們都最近也都遇到有幾個小朋友 有這些問題 那這類型的淋巴漏 也是非常難處理的 那但是沒有辦法 那因為他們都需要了一個移植 如果不是他有機會就會失去生命 即是Despite他可能洗腎 或者有其他器官的support 那究竟我們的造血幹細胞 怎樣幫到他呢 如果大家有聽我剛才說的話 那大家可能會有些clude 就是我們造血幹細胞 移體的移植有什麼特別 就是他除了換了你的造血系統之外 也都換了你的免疫系統 那如果捐給他那個是一個和他半相合的供者 包括他的爸爸媽媽 那也都同時或者隔了幾個月之後 做血幹細胞移植的話 那理論上那個小朋友 就一輩子都不需要吃排斥藥了 那因為例如如果爸爸以前捐過肝或者肾給他 那就隔幾個月之後 再做血幹細胞移植 也都會用爸爸的 那因為他身體裡面的免疫系統 那因為那個內臟也是爸爸的 那他就一輩子都不需要吃抗排斥藥了 那所以他感染的風險沒有了 那他因為那個抗排斥藥引起的毒性 氣官毒性沒有了 沒有了計法性癌症的風險 也都沒有了那個臨巴癌的風險 那所以這樣呢是非常之重要 那另外那個突破是什麼呢 那大家都… 那氣官捐贈那方面大家都知道 那其實呢 那氣官短缺永遠都是一個問題 那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外地 那其實很多人呢 都在… 無論是大人和小朋友呢 都在排進去做氣官捐贈 那但是有很多人呢 都等不及呢 做這個氣官捐贈就會死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能夠做到這個半傷合呢 那半傷合呢 不一定只是限定在爸爸媽媽的 那基本上呢 如果是跟他一半的認識體吻合呢 就算他的uncle auntie 是的 或者是他的兄弟姊妹 如果不是全輩呢 如果只要跟他有一半吻合呢 其實都是一個適合的捐贈者來的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更加新的突破呢 那就是說以後呢 這些氣官短缺的問題呢 都不需要擔心了 那就是說你的氣官的名冊 就算排不到你呢 那你呢 你都可以呢 找爸爸媽媽 或者跟你半傷合的人呢 去做的 那所以這方面呢 就非常之大的突破啦 那我們呢 瑪麗醫院和兒童醫院呢 那我也都向著這個方向去做的 那是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呢 也都會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那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就是關於cellular therapy 那在第二部分 也都會很短的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關於cardi和nk 那另外一件事想跟大家說呢 就是關於一些 Mesenchymal stem cell 和一些viral specific T cell 那Mesenchymal stem cell 是什麼來的呢 那Mesenchymal stem cell 就是我們另外一位教授 剛才就說 梁教授是我們的expert 那就是關於這個半傷合移植 和細胞治療 那另外一個關於這個 鑑蔥質幹細胞呢 就是Professor Gottfried Chan 陳晨峰教授 他的expert T來的 那這些鑑蔥質幹細胞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Hematopoic stem cell transfer 就主要是做血鑑細胞 那但是鑑細胞有很多 有一些叫embryono stem cell 那就是一些胚胎來的 但是胚胎鑑細胞的治療 就非常具有爭議性 那無論在道德方面 和宗教方面都非常具爭議性 因為他們拿的源頭 就是一些流產或者墮胎的BB 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就盡量都不建議 但是鑑蔥質幹細胞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一樣好似 就是我們一些embryono stem cell 可以做到科研 但是它不經過那些 就是我們流產或者墮胎的BB 而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骨髓 或者一些adipose tissue 就是我們的脂肪 那其實譬如人家的抽脂 沒有用那些所謂的垃圾 其實已經可以用來提煉那些 鑑蔥質幹細胞的 那得到這些幹細胞之後呢 它可以做一個re-differentiation 那也都變成我們需要的細胞 那包括我們一些 就是osteoplast 就是骨的細胞 軟骨的細胞 那一些是肌肉的細胞 一些脂肪的細胞 那甚至是我們血管的細胞 神經的細胞等等的 那就除了我們剛才所說 就是在我們的骨髓之外 那其他的磁帶血 甚至磁帶 我們的Warton's Jelly 那我們的胎盤 我們的羊水 那甚至是我們拿的那些牙 那還有我們那個眼角膜 其實都拿到這些幹細胞 那拿了這些幹細胞 那包括我剛才所說 它很高的differentiation capacity 那變了你剛才留意到 變什麼細胞都可以的 那所以在這方面 那全球包括香港 都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那包括之前做過關於一些中風 那或者是一些脊椎受傷的 一些情況 那包括在美國的Professor Wise Young 那我們香港就有 就是中文大學的潘衛生教授 那還有我們的Professor Guberto Lang 就是一份港大 那其實都有做這些研究 那而另一方面 那很多老人家都會有的 就是會等換教 那但是中間有什麼好做呢 除了打一些磁固醇針 吃一些葡萄糖胺之外 那關於這些關節炎 那或者一些肌肉創傷那些 那其實就在中大的段崇志教授 在這方面也都有做相關一些 這些鑑蔥質鋼細胞的研究 那而在加拿大方面 在University of Alberta 那張保賢醫生 也都是一些生生兒那裡 那可能他有一些 Bronchoperminary Displasia 就是Chronic Lung 那又或者一些遺產期窒息 而一些Hypoxic Ischemic Encylopathy 那也都有試過 是用透過Endotracheal 就是我們那些Endotracheal Tube 那又或者是透過Pulmonary First Pass Effect 那就透過在我們植物的注射 這些鑑蔥質鋼細胞 也都是會有治療的效果的 那另外就是一些關於 Acurious Red Distress Syndrome 那甚至是我們移植方面 那有一些腸的移植低抗縮豬病 那也都是有病人去試過去應用的 那當然這方面 主要我們都是一些臨床研究 那因為長遠會不會有機會 會有一些癌變的風險 那那個細胞劑量是怎樣去控制 那又或者一些相關的規管 立法方面的考慮 那所以這方面其實都需要一些時間 去慢慢去做的 那第二個方面 就剩下不是很多的時間 就簡單為大家講解一下 關於我們細胞的治療 那其實這個卡T的治療 那其實就80年代的時候 已經開始Propose 那由一位以色列的免疫學家 那這兩位去Propose 那80年代已經開始就已經講的 那但是真正去Engineer是93年的 那去到05年呢 那就試過是用一些實體瘤 那包括Ovarian Cancer Reno Cell Carcinoma 那但是效果不理想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發覺實體瘤 它有那個target 那未必可以好像白血病 或者淋巴瘤那樣 那些特殊的細胞 那也都有一些叫on target 但是off treatment的效果 那就是有其他 如果一些其他的神經細胞 或者有其他的肌肉的細胞 都一樣有個target 它有機會都會攻擊它們 那就有一些很嚴重的side effects 等等 那所以在實體瘤裡面 那個cellular therapy的效果 就沒有在我們 就是白血病啊 或者淋巴白血病的效果 那麼理想的 那直到09年呢 那我們用一個 NTCD-19的CAR-T 去處理一個淋巴瘤 那還有2011年呢 就用一些B性的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就成功 這樣就在給到個病人那裡 也都達至一個傳匯的效果 那而2017年呢 那我們就有第一個 FDA approved的product 那就是這個 TESA Glanet Lucille 那就是附一個NTCD-19 那就是附一個 B細胞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 那甚至呢 在我們小朋友裡面 都可以應用到 就是這隻Kymriah 那慢慢呢 就除了Kymriah之後 就是Yaskarta Tekartus 那還有其他的藥 那也都除了 就是我們 就是給這個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B細胞之外 那一些淋巴瘤 那甚至去一些 Multiple Myeloma 那等等的 其他病的情況 都慢慢去用的 那CT-19是一個很好的target 那就是我們 我們因為所有 就是along lineage的B細胞 那不同stages of maturity 亦都是一個 good的target 那但是呢 我們整個process 是怎樣呢 那之外 我們就找一些suitable 的patient 那剛才所說的 以往這些可能 就是要做移植的patient 那基本上 如果他現在CD-19 就是B細胞 即是急淋 那反而呢 卡T會是我們的 first line的treatment 那反而 卡T失敗了 那或者他復發的時候 我們先做 那個移植 做我們的second line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可以用自體 或者移體 去做的 那我們就去採集 他的細胞 那然後呢 就通過一些技術 做一些genetic 的modification 那然後就給予病人 那但是在香港來說呢 我們暫時 因為其實那個費用都貴的 那所以暫時我們都要 跟藥廠去合作 那而要送去美國那裏去做 那而送回來呢 都要一個月的時間 那但是呢 就慢慢呢 其實呢 我們慢慢也都是 Stream line 到一些logistics 那在北九的將來 那在我們兒童醫院 和科學院等等的合作呢 那也都有機會做到的 那就是我們第一位 就是全世界全球第一位 那就是 就是完成了這個卡的治療 就是2012年的 那這個呢 就時間有限 那可能未必都播到一個video了 那大家有興趣呢 也都可以在那個YouTube上看 那她現在都超過十年呢 都是cancer free的 那這個女孩子 Emily Whitehead 也都成立了一個foundation 那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看回那些資料的 那呢 那就 side effect的方面呢 那有什麼side effect呢 那我們主要的side effect呢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關於 就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一個細胞的因子風暴 那就是一個叫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那呢 就 對了 那而第二方面呢 那呢 我們就是一個叫 on target off tumor的neuro toxicity 而除了Cytokine release之外呢 那也都有機會有些neuro toxicity 那我們稱之為一個icans 那也都有機會有allergy 那或者一些insertion 或者oncogenesis 那但是 那對於這個細胞因子風暴呢 那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呢 還有它會怎樣發生呢 那主要就會在 就是回輸之後 那最常見就是回輸之後 大概兩至七天的時間 那就當它的T細胞開始增長的時候 有機會發燒 那甚至會那個血壓低 那有機會會影響到呼吸啊 脈搏啊 心跳啊 各方面嚴重的 需要進去心慈治療部啊 需要給一些強心藥啊 那或者是氧氣啊 甚至是呼吸肌啊等等 那但是我們都一些叫toxelizumab 就是藥呢 可以給到的 那或者也可以用steroid 那因為嚴重的 也都會影響到腦 那但是正正就是因為它能夠 就是過了一個bubbing barrier 那所以就算對一些 是我們說CNS的復發呢 那也都可以醫治到這些 CNS的leukemia 就去如果有這些neurotoxicity 包括抽筋啊 confusion等等 也都可以用一些類固醇治療的 那反而就下了CNS之後呢 它們有機會呢 有兩個mechanism of loss 那講的那個efficacy呢 都有六七成 主要的肌理呢 就是因為那些癌細胞都很聰明的 就是度高一尺 摩高一丈 它們有機會會脫掉了CD19 或者那些CNS就不能夠繼續在身體運行 被身體排斥了 那就是loss of persistence 那這些情況就有機會要做移植了 那有些甚麼機理可以幫到呢 那我們一些叫dual Bispecific car 或者tri specific car 就是除了19 可能target20 22等等 那又或者呢 我們用不同lineage 就同時用NTCD19 或者隔一段時間 再用NTCD19 再用NTCD20 或者22等等 做一個叫tandem car 而達到這個效果 那在car的design方面 那我們現在已經去到第四個generation 但是暫時來說呢 我們兒童已經都在用2nd generation 那主要呢 我們都有多些co-stimulatory domain 包括CD28 那或者41BB domain 那只不過是一些比較新一些 就減少了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個more persistent 和也減少了它那個relapse的機會 那其實我們其實這個發展 都經過很多年的努力 那也都跟不同的stakeholders 和parties 去好了discussion reation 才可以做到的 那所以呢 在這兩三年呢 那我們都能夠成功 開發到這個car t service 那也都開發到這個car nk 也開發到這個nk therapy 那剛才所說的 nk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細胞 在我們半相合移植方面 那這個nk的細胞治療 那我們也是用在我們一些 就是腹法 或者難治性的 就是神經母細胞瘤的病人身上的 那不過有時間有限 那雖然就不能夠為大家簡介 再講解多些了 那但是現在呢 基本上很多不同的病 那包括急性臨巴性 無論是b類型 t的類型 臨巴瘤 那一些multiple myeloma 那一些神經母細胞瘤 Sarcoma Gyloblastoma 其實都可以用不同的target去做 那時間就是這麼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 也都歡迎在那個checkboard 那或者可以稍後再聯絡我 就可以大家一起討論分享一下 那很多謝Wilson 今天就 哇原來 這個發展真是一天千里 和我們認知已經差很遠很遠 那第一個問題我想問 如果去不同的兒童醫院 你都會發覺 他一定一說到這個bun marrow transplant 他一定會說 有一隊很大的團隊 去照顧這些小朋友和他的家人 因為有時候都很多個月 留在醫院裡 或者回到社區 那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現在除了剛才你的研究 那些研究很厲害 那其實其他的團隊的發展又如何呢 我估計都會有很多的執行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在香港的情況如何呢 我們其實都很多方面的合作 我們兒童醫院都一個shared care model 因為剛才所說 一些地中海貧血 或者一些再生性障礙貧血 那其實都要一個shared model 所以我們和regional hospital 都要合作無間的 那如果譬如有些地中海貧血 或者其他免疫功能人缺合病 那他們也是隨時可以refer給我們 也都step down的care也很重要 所以第一樣shared care model很重要 第二就是multidisciplinary也很重要 那無論醫生之間 其實醫生除了我們講我們幹細胞的團隊 那我們也都和我們LH team 就是我們血液或者一些白血病的團隊 那和我們一些實體瘤 那就是老瘤的團隊 我們叫STNO team 那也都很緊密的合作 那我們護士也都功不可沒的 那因為醫生我們通常可能是巡訪的時候 可能見病人或者見家長 但是護士真的24小時都要在病房 那好事 所以也都非常感謝我們整個護士的團隊 那他們無微不至照顧著我們的病人 那也都提供很好的支援給我們的家屬 那因為其實家人也都很重要的 就是包括幫助他們的洗澡護理 剛才所說因為他們的臉膜都會爛的 那變了他們要幫助護理 包括他們的洗屁股 各方面 浪口 那所有的護理 那他出院的安排 那些也都非常之重要 那也都是多謝其他的團隊 那包括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那職業治療師 那職業治療師 那言語治療師 那營養師 那也是非常之重要 那譬如在我們做移植的時候 那我們有一些BMT的 diet 那或者出院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吃得正常的東西 那很多小朋友都會問 我想吃壽司 我想吃雪糕 究竟移植後多久才可以吃呢 那所以我們的營養師都功不可沒 那另外也是我們的社工 那還有Child life的同事也都很重要 那因為你看到 就是我們做一個移植 或者是細胞治療 那每次都幾十萬 過百萬 那又或者有一些很特別的藥 那我們在某些情況 去採集幹細胞 那叫Mosol病的藥 那或者有其他要依一些移植 抗宿病的藥 那有機會都要自費的 那不是每個家人都能出到的 那所以我們社工也都很好 那也都很努力地幫我們去找 那特別是一些神經母細胞瘤 那我們除了NK細胞之外 那它後續都需要一些免疫治療 那也都幫我們去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找到很多善長人中去籌款 那這樣東西都非常之重要 那另外也都很感謝 剛才陳醫生都提過 就是我們實驗室非常之重要 那還有無論是我們 就是微生核麥科的醫生 他們的實驗室 我們做血幹細胞的醫生 包括蘇醫生 還有它整個團隊 那我們因為做很多的技術 那特別是細胞篩選的技術 都需要他們去幫忙的 那Child Life的同事都很好 那也都很感謝不同的NGO 包括Study Group 生命小戰士會 CCF 那全部都是很幫助我們 所以大家所有的團隊 通力合作才能得到 好好的成果 那最重要的是 都要靠病人的努力 還有家長的支持 那剛才你提到關於錢 那裡 那我有時候都去其他兒童醫院的網頁看 其中一個他們很快已經說的 一個financial planner 或者是一個financial executive 就是搞定些錢 那其實在香港 剛才你說的有些事情要自費 那其實我們說了多少錢 譬如不同的治療 當然有不同的價錢 但你會怎樣提示 譬如一個 這方面都很好 如果在香港的居民來說 那理論上 整個血幹細胞移植 都不需要付費用 那一個移植都幾百多二百萬 所以這方面都很好 但是當然都會有些藥物 都需要費用 或者細胞治療 包括Cartee的治療 那所以剛才有一張 都沒有特別詳細說 其實我們的團隊 特別是翠醫生 和很多不同的parties 有梁教授 也有院長的support 還有整個COCPD 各方面都要去支持 才可以streamline到這件事 那以前如果要做Cartee的話 那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第一就是沒有辦法去提供 第二我們都會有一些海外的選擇 包括去內地 如果我們在香港來說 做Cartee都要百多萬 甚至更高的費用 但是內地 他們的發展是一天千里 而且因為他們做得多 費用就自然低 那在中國做Cartee的 其實二、三十萬就可以了 變成對家人的負擔 就可以比較少一些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些 價值效的方法 我們會提供到 那現在我們就和藥廠合作 是另一個可行性 所以現在我們都會經過資產審查 我們有Sematrin Fund 如果是給不到的 有機會不需要給 而我們也保留了上限 可能家人最多 都只要給一百萬 有些藥物 譬如說我們要採集鋼細胞 剛才說用一種Purisifo 或者叫Mosol表的藥物 可能要打一些刺激的鋼細胞 出去周邊血 等我們採集的 譬如那些五萬多元 大部分如果家人出到的都可以出的 但是小部分的 我們也都可以有些機制 所以兒童醫院其實都很支持 因為很多可能未必是 成功批准到的藥物 部門都會基於病人的利益優先 也都會透過那個 Drug Therapeutic Committee 也都會有一個批准的 但當然 預算庭那方面 當然也是subject to audit 所以我們盡量 我們那個原則 都是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patient 我們就透過不同的 source 去幫病人想辦法去做 其實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如果他有需要 其實我們有方法找到resource 可以這樣說 是的 大部分的情況 都會想辦法幫到 非常之好 鄭俊輝醫生有一個問題 或者請Wilson回答 Any options of treatment of AML post HSCT relapse 這方面 我們其實如果是AML那方面 我們也可以再做移植 當然我們也有試過 正正有病人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他也可能會做 比如一些傷持打血的移植 或者做完半傷合移植 都有機會復發 那些情況我們也會再做移植 剛才所說 我們有一個最新的辦法 叫Hepocod 這個 complementary transplant 我們就拿了Hepo transplant 和Cod transplant的好處 暫時所遇到的病人 也沒有一個復發的 所以也有機會 做完可以再做 以梁教授在美國的經驗 他們在Saint Jude 最高的紀錄 是做六次transplant 差不多可以做到被Kemo 因為現在來說 Efficacy提高了 Toxicity減低了 而在兒童醫院 我們最厲害的 都試過做過四次 就是二體移植的紀錄 當然除了移植之外 另一方面發展 當然是在AML 我們也積極地研究 有AML的CAR-T 所以我們的研究團隊 也積極地向這一方面發展 亦是有一些postdoc的students 的research fellow 在另一方面都在做研究 希望在北九的將來 我們在香港也有自己研發的CAR-T 可以給予病人 即不止是single target 甚至是bispecific 甚至trispecific的CAR-T for AML 剛才你提到Graph vs Hose 你說很encouraging 你說到最低五個percent 是 小孩子都是少的 不過少於大人 但通常都是三十至四十幾個percent 在這方面我們有沒有突破 我們知道 Graph vs Hose 其實病人都很痛苦 我們在這方面有什麼進展 其實 也很感謝陳醫生這個問題 其實剛才也提及過 以前的概念 就覺得有GVL的效果 即有抗癌的能力 就一定會伴隨著GVHD 但現在發覺都不是必然的 剛才所說 我們找過那個供者 包括如果是半相入的話 我們就看看 Kia Receptor Ligam Mishmash 或者一些叫bcontent score 等等去選擇 而hepocod或者double cod 我們主要看那個vaccine effect 所以第一部分 在我們計劃移植 或者選擇什麼供者方面 其實已經可以幫到的 所以那個移植的成效 就不是單單看移植本身 我們選擇那個適當的供者很重要 第二部分就是 我們那個Graph的manipulation 剛才也看過的 我們除了拿鋼細胞之外 我們也會篩走一些 會令到它有抗縮著反應 我們之前有說一些naive T-cell 即一些CD RA positive的cell 我們就拿一些RO cell 拿走一些naive T 就剩下一些memory T 但是這個技術 CD4MRA 都有了幾年的技術 但我們都發覺 拿走之餘 都還有少少的GVHD risk 所以剛才所說 我們現在最新 是這個月才開始 就有一個叫62L的技術 去幫助 其實就算在藥物方面 無論是 acute還是 chronic 也都是有很多的發展 剛才沒有時間說 以前我們第一線的藥物 都是用類固醇 就是講一些mipha pragnisolone 或者pragnisolone 但是用類固醇 有什麼不好處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可能有機會壓抑了免疫系統 增加感染風險 長遠用會有些cushion guides 影響血壓 影響血糖 像抑鬨癮症 抑鬨療症 或者AVN 皮膚癌症 等等 但是現在我們 如果特別是一些白血病的人 我們重量都會有 革命類固醇 因為用了類固醇 除了求現風險之外 也會減少了抗癌能力 影響了GVL的效果 所以今類固醇 我們有一種 打擊 gear stat pathway 就是Rusolitinib 非常之有用 去做一个steroid bearing 基本上我们现在差不多 去到我们first line的regiment 甚至我们以往 不如给两个星期的steroid 或者看看它是否responsive steroid refactory才去用 但现在Rusolitany 我们都接近是first line去用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pathway的药 现在也不断地研发 比如以GFC来 很多的biologics 包括一些叫infliximab 或者一些bacilizumab vidulizumab 很多这些一类的药 还有刚才所说的GHD 其实一些间充质的 钢细胞治疗 或者以往是中大 沈祖堯教授 他们一些叫 fecomicrobarata transplant 即逐小小说的机会 吃点屎落肚 就可以控制到 我们的脊的microflora 因为其实我们 biological barrier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透过化疗 其实腸都很多黏膜的破损 做这个transplant 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腸道的 微平衡的复原 就算在Chronic GHD 也有很多很新的药 例如我们可以 target一个ROG的palfway ROG2的inhibitor 叫做Belumusodil 这种药也有很好的 所以GHD的发展 也是一天千里的 其实今天 我觉得有一个主题 就是hope 其实我们给了很多病人 很多希望 刚才听了Wilson说的 这么多的进展 无论是local 或者overseas 都是第一样的 第二个我想大家都会同意 看着Wilson 其实你会想到将来 Wilson很年轻 我们也有希望 我希望他在未来那段日子里面 就更加多的贡献 不过我一直想发露 其实真的是一个 multi-discipline的 mission 我们希望除了 有Wilson这些 那么 outstanding的 scientist之外 其他团队的 members都是 equally important 尤其是Nurses 我想Nurses 在这里发挥得很重要 跟着 Child Life Specialists 教一些小朋友 和家人 如何cook with stress fear 其实也要用很多钱 所以 我觉得 将所有这些 treatment 放在儿童医院 有一个好处 就是希望 可以rally 多些support from a community 无论是finance 或者其他 非物质的support 都是很重要 大家都很同意 今天 Wilson给了很多希望 我们 这些小朋友 其实多病都好 我们都希望 给他们一个 fresh outlook 他们 的确是很辛苦 做Bolmer Transplant 之后 那很多个月 但现在听下去 很多很多突破 今天 很多谢 很多谢 Wilson 还有一个问题 不如我们 答过这个 好吗 Dr. Leung 梁志伟 让我来看看 等一下 How frequently is the fascial disease complication in HSTC Gravus soul disease and Cart in HH Do you think an ID special indicated is needed in 我刚才也是这样说 其实真的是一个 multi-discipline 那些 我先说一点 Wilson 其实我很希望 无常 我昨天回到联合医院 第一间医院 说无常的医院 fascial disease specialist 当然如果是 infatious disease 的specialist 看看这方面 会不会有机会 有一些 合作的空间 其实梁教授 也有一个愿景 因为他说到 在联合医院 其实他们都希望 是infa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直接跟我们 去跟随 因为现在 我们都是一些 讨论的 基础 很多时候 如果他没有 讨论 或者因为他 其实也不只是 一间医院去处理 他比较忙的时候 其实未必可以 每天 看到他的变化 其实以前 我们在 玛丽医院 其实可以 做到这一方面 因为以前 比如 袁国勇教授 学派良医生 等等 他们真的可以 每天 去看着病人的进展 因为其实对他们 来说也很重要 就是看看他们 给了那个 讯息之后 是不是可以 看到病人 一天一天 这样好呢 对他们来说 都很贴重 同时有一个 很好的 feedback 所以这方面 我们都希望 如果真的可以 有infatious disease 的同事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 attach 或者来 我们真的可以 一起跟round 看到那些病人 一直这样好 其实都是 一个很好的经验 这方面 是我们的远景 我想这番说话 就见证了 刚才我第一句说话 很希望新一代 Wilson 这些 就给到希望 我们 其实不只是科学 突破 是人与人之间的突破 不要那么多 场 其实 一起巡访 其实是非常开心 可以讨论一些 案件 就是这样 我又说一个现象 说一下劳苏 有时我回儿童医院 看到九楼 你们每个人 弄了牆 在每张桌子 周围 我觉得很惹怒的 最先我们开头 想到儿童医院 那些人是 随时可以聊天 可以见到面 拿着一杯咖啡 可以大家谈 我们在Stanford Training 他们也是 除了Bad Size之外 很多时候 有很多discussion 正正就是 志偉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真的 要很多specialists 我希望 除了 Wilson除了 在科研上 Kinical Care 教书之外 希望你将来 都可以将 不同的specialty 不同的discipline 带进来 让我们见到 多些希望 二童医院可以多做很多事情